ok 好好 那我們就開始了 好 來 大家好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晚上捷克直播 我今天是 我不是臨時直播 我是提早直播 為甚麼我要提早直播呢 我提早了 蠻久就直播 我等一下要看球啦 我不行 我不行在 這現在已經八強了 等一下是西班牙的 葡萄牙的比賽 葡萄牙對摩洛哥的比賽 11點 那我 那個時間到了 我沒有辦法專心直播的 所以我就算了 我就乾脆提早直播 然後我就把該講的講完 然後讓大家 包括也 觀眾各位網友 你們也可以專心看球 我也可以專心看球 好不好 這樣不是大家都開心 好不好 那所以我現在就提早開始了 來 那我們今天要講甚麼主題 我們今天要講123ABC三個主題 其實是兩個啦 anyway 三個也可以 好 第一個主題呢 當然不是我能講的啦 石油人民幣結算成真的 登登 啊 習近平 習大大 去訪問 沙烏地阿拉伯 啊 這個 這個 這個叫甚麼 收獲剖風 啊 就是 果然 這個石油人民幣結算 這個事情成了啊 那這個事情成了 是不是代表 美元霸權 啊 美元霸權要GG了 那關於這個這個點 我們來請了一位專業的 金融從業的網友 當然當然這個網友都是 神秘又匿名的 但是他總之是專業的 比各位這個線上的盆子都專業 來跟我們講講 這個石油人民幣結算成真的這個事 是不是代表美元霸權要GG了 來 你開麥 來 自己 我開麥了 來 你好 來 那個小弟我頻道的這個規矩 我還是要問一下 來 你好 那個阿恩幾歲哪裡人 34歲北京人 34歲北京的 來 你是金融從業的對不對 對 我就是從畢業到現在 大概12年吧 一直在金融行業工作吧 金融行業12年 從銀行到非銀行機構 金融行業12年的 這個很厲害了 之前我們有一集講Swift 整個體系啊 就是那個 當時俄物戰爭嘛 然後國際制裁俄羅斯 然後讓俄羅斯不能用Swift 來結算嘛 對不對 然後當時這個影響 也是找您來講的 講得非常非常 就是至少在我聽起來非常非常好 然後我就學習非常多 那今天我們來講一講這個 石油人民幣結算成真的這個事情 來 那個ZZ你怎麼看 就是 首先那個 我比較鬆啊 我還是得說不能說網友都是噴子 有很多大神 然後另外一個 大部分的網友都是噴子 對 好不好 反正從你的這個標題來說 我覺得這個 首先這個命題太大了 它不能說中國跟某一個單一國家 部分的貿易用人民幣結算 就算是人民幣國際化了 這個差得很遠 好 人民幣國際化這個敘事本來就特別宏大 這不是一個 起碼從我的角度 它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然後我只是就這件事兒吧 還有說人民幣國際化的趨勢 我從我的認知可以給大家簡單的說一說 就做個參考吧 好 我覺得從我的角度吧 大概分三個方面說一下 第一個就是時機 也就是為什麼說勾起了這件事兒 大家在討論 然後為什麼現在這個事兒又變成一個熱點 然後第二個就是 人民幣國際化的三個特點 然後什麼就叫國際化了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人民幣國際化 從我的角度 我能看出來的它所需要面對的問題 和處理的一些麻煩的點吧 大概從這三點 我覺得實際上來說 這個大家都比較清楚了 第一個就是國務衝突 首先是習大的說的 百年對有之大變局 我覺得這個一個周期性的事兒 大家都不能避免 另外一個就是俄烏衝突 導致一個是swift 還有一個是國家和個人的 境外的資產賬戶被凍結 導致了大家對美元的一個情緒上的改變 也就是說對它一個美元自己 降低了自己的這個國際生育的預期 所以導致了一個各個國家 或者是有一定跟美國有一定衝突 或者是有一定競爭的國家 就會有一些想法 我的方式 我的路不能堵在一個 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裡 就會給人民幣國際化 向前有一定的空間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從情緒上導致的第一個點 我覺得第二個點 就是主要是怎麼說呢 主要是美聯儲吧 美聯儲的一個貨幣抽發 還有它的這個 它不是生息 就是直接生息導致了一個資產 我們叫熱錢回流的這麼一個動作 對 會直接影響有大量美金投資 或者是大量外匯儲備的這些國家 進行一個等於是被抽血 和共同均單了通貨膨脹 所導致的一個外溢效應 那有一個比較直接的點 就是我們可以想 就是當美聯儲它沒有規律 和不計成本的這種 貨幣超發和抗通脹加息的這些手段 對 直接作用到市場的時候 大家就會對手裡 尤其是由美元儲備較大的國家 或者是美元應用較多的國家 就會有一個比較直觀的 對你的外匯儲備進行一個傷害 那你外匯儲備佔比越高 你傷害的程度就越深 所以有外匯儲備的國家 基本上都是經濟強國 或者經濟較強的區域 包括像台灣啊中國啊 歐盟啊等等 日本啊這些國家 那都是傷害最深的 但是又礙於貿易的這個形勢 我沒辦法直說 對 還有另外一點呢 也是美聯儲或者美國政府 我覺得是引起的一點啊 就是 我不知道可能好多人沒有關注的 它主要就是美聯儲這次超發貨幣之後 它的一個動作是 除了自己增持美元債之後 就相當於我人民銀行又印債 然後又買債 就是這麼一個道理 又發債又買債 它同時還直接下場投資了美國一般企業在美國境內發行的債務 也就是說 它不光是又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 它同時還直接運用資金的手段進行了行政干預 也就是說 美國不是一直說中國有一點做的不好 就是說等於你的人民銀行還有這種國有銀行全都是一家開的 都是共產黨開的 你又當裁判員運動員的行為是打亂了金融秩序 但其實美國這次在某一些做法上也是直接影響了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一個聲譽 因為它標榜的事兒它沒有做到 所以這可能是大家對這個地兒的一個不太好的一個想法 就等於是你客觀的打亂了你的市場機制 用你的這種調控手段進行了你所摒棄的這種市場行為 然後我覺得還有第三點就是說能討論到契機的 這個就可以看看咱們自己 就是說中國自己在全球化發展的道路中已經融合得非常深入了 為什麼說可以很輕易的制裁俄羅斯或者制裁伊朗 但是不能很輕易的再制裁中國了 不能輕易不能再像90年代初因為六四事件之後制裁中國的那種方式去制裁了 就是因為我們不光是在貿易上還有在投資上都跟世界各國有比較大的滲入和交互了 這個交互除了給我們帶來的巨量 中國起碼是一個貿易的順差股 也就是說我們是賣的多買的少在貿易這點上 同時還有一點就是我們都知道前分兩個方面 一個就是資本服務向下一個就是貿易服務向下 那在資本向下就是中國企業也經常在國外發債 然後在國外有一些併購的這些案件 你只要有這種行為 你在別的國家的地盤上進行金融活動 你就沒有無可避免的必須要把你的信息公開透明 也就是比如說我是中海油中石油 我進行了貿易投資上市等等這些行為 我的財務報表我的賬要經過美國的這些審計公司審核 我經過我的這種證券公司的審核之後 我才可以進行金融活動 所以中國自己的短板和中國自己的實際的情況 以這些大的或國有的或核心機構為藍本 已經向世界展示了 也就是說我的問題和我的長處在哪都暴露了 也就是說除了貿易向下資本向下 也都進行了深入的全球化 同時我們還是說內部的問題 我們內部在很早的時候 起碼從溫濤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了工業的供給側的調整 到新平和這時候就說是我們的工業農業供給側改革 2019年的時候因為我是行業內的人員 他同時也提出了金融的供給側改革 就是我們簡單說這個供給側改革 就是現在我們的工業產值或者農業的某一些產量 還有金融的一些順利差所導致的資金已經超亮了 就是已經完全可以滿足現有的供需平衡 我們現在需要解決的是如何化解工業農業以及金融的供給問題 供給矛盾 所以我粗略地認為一個是時局一個是美國 也就是最大的貨幣的基礎國 然後還有我們自己這三方面原因導致了現在把人民幣走出去 也就是說石油人民幣這個方式推到了一個檯面上 可行的一個程度 對 但是我覺得不是簡單說石油人民幣進行了一個錨定 然後我們就叫石油人民幣 實際上我們要做的是人民幣國際化 也就是說我為什麼說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因為對於我們來說人民幣任何一個貨幣的國際化的三個點 其實我不是很專業但是我總結下來 其實可能也就是三個最重要的點 就是結算和儲備貨幣還有定價權 客氣了就是這樣 可能還有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就是說什麼是國際化呢 我們現在從最基礎的來說 也就是說第一步是要結算 人家要用你的貨幣 用你的貨幣呢 其實我們現在也已經比之前要強了 我可以這時候發一張圖吧 好 可以看一下 嘉賓資料區是吧 對 發了一張圖 發了嗎 發了 好 我來看一下 我從一個視頻裡解的圖 因為我不是這方面的專業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從2010年的Q4一直到2021年的Q3 它總結的一個人民幣在整個的這個 全球貿易結算量中的一個占比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對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的占比呢 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突破的 也就是說人民幣國際化的這10年吧 從0.21%一直到2.56%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進步了 對 均值是2.56 在2021年的Q3已經到5.52了 2.56是均值 對 成長非常非常高 成長是非常高 超過日圓了 超過英法了 超過日圓了 中國其實已經是 全球的第三大的 就是貿易結算貨幣 嗯 僅次於美元歐元 但是說 雖然是第三 但是那個比重還是差很多 美元是51% 歐元是23% 人民幣現在是5% 就是這樣5.52 對 雖然是排名第三 但是 它跟前一二名差距是挺大的 首先我個人是一個比較中立的一派 我不是認為中國很牛逼或者中國很傻逼 但是我是覺得滾從經濟和金融的這個角度 中國現在跟世界強國差的非常遠 因為從人民幣國際化來說 其實它只是金融行業或者金融產品 我們說 你願意叫金融霸權也好 我們是一個非常弱勢的角色 或者是非常初階的角色 從結算量 也才5.52%的比重 對 所以也是這樣 對 跟美元歐元差很多 對 跟美元歐元差很多 那跟世界上很多別的國家 經濟體量 人口 貿易量 總共來說 我們其實還是差的 是 而且差的是非常多的 但是 不難看出就是我們一直在追趕這個事 對 那追趕的速度是很快的 對 追趕的速度 我們是在努力嘛 也是希望 就是國家是希望把人民幣 往國際化的這個方向去追趕 那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擴大人民幣的使用 也就是說人民幣的結算 那對於我們來說 有一個比較大的優勢 就是中國是一個以外銷和進口 都是吞吐量非常大的一個外貿型的國家 但是我們的外貿佔總體的GDP佔比並不高 所以就導致了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外貿量發生了很多 但是實際上就是其他國家在使用人民幣上 是有一定的問題的 那就是我們怎麼說呢 這個不太好解釋 就是外貿發生的雖然數量多 但結算卻都是不是用人民幣結算 可能用美元或偶元結算 對 對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這個就牽扯到第四點了 就是定價權的問題 就是有一些 我們都知道嘛 這個貿易嘛 就是對於大國來說 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大宗商品 那大宗商品呢 基本上就是能源 糧食 對 鋼鐵這種 對 我們能在期貨上常見的這些明目 就期貨市場上面每次看到那些東西 那個就叫大宗商品了 對不對 對 基本上是 他們作為這些矛定的定價的貨幣 基本上都是美元 幾乎 我們 對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 因為我們在國際定價上沒有優勢和沒有權利 我們只能以就是 比如說我們在WTO裡我們沒有說話的權利 但是我們可以跟每個國家簽訂自己的自由貿易協定 對 所以我們現在人民幣走的路呢 就是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 也就是跟每個跟中國有大量貿易的機構 有大量貿易的合作夥伴或區域 進行以人民幣 嘗試以人民幣為結算幣種 結算幣種 結算幣種 這我說的 以結算幣種為基礎貨幣的這麼一個合作形式 但是同時呢 就是我們簽這樣的協議 對中國的經濟壓力也是有的 這個就要政府消化了 因為你必定要給人一部分的讓利 或者跑出你才可以換來這樣的條件 我們現在要做的呢 就是說擴大這樣的交易的對手 同時呢結算呢 還有一個基礎 就是我們說到上次的 就是我們都有系統 我跟A國家 我跟B國家 我跟A國家的銀行 B國家的銀行 我之間要有一個完善的路徑來使用人民幣 那就是我們說的這個CIPs 也就是說 我們說可以部分替代 Swift的職能 證明有中國的這個系統 中國版的Swift 就是這樣了 中國版的Swift 對中國減版的Swift 就孕育而生了 那這個呢就是會有 其實如果你要簽訂了這個人民幣結算呢 你在配合這個系統呢 就等於你的路徑打通了 剩下的就是大家願不願意使用 願不願意用人民幣結算的問題了 就是用戶有多少的問題而已了 對 即使如此 我們也有很多的困難 比如說別的國家是否願意去開戶 這個銀行呢是否願意跟你開戶 那我們現在遇到的比較現實的問題 就比如說俄羅斯肯定願意跟中國開戶 對吧 伊朗肯定願意跟中國開戶 但他們是美國的制裁 被美國制裁的這個機構 對 那美國為了鞏固它的霸權 包括鞏固它的美元體系的霸權 它的制裁是非常清晰的 也就是說我中國的機構 只要但凡這些銀行 比如說俄羅斯國家銀行 要跟中國中國銀行 跟中國銀行開戶的話 那中國銀行 明知道俄羅斯的這家銀行 是被制裁的機構 我還要跟你做業務的話 那美國就會制裁中國銀行 我禁止你在使用美元 我禁止你 制裁連做法 對 就是它的相當於貨幣體系的長幣管轄 就基於這個原因 人民幣國際化每走一步 包括結算每走一步 都是拒步維艱的 可能還會有更多的細節 這個就不說了 然後 因為牽扯到有貿易的基礎 所以就會牽扯到第二項 就是人民幣的國際儲備地位 基本上現在是 除了俄羅斯有一些 就據我了解 你有鐵亞圖嗎還是 沒有沒有 這個我實在沒有找到 然後 你說人民幣的儲備怎樣 對人民幣的儲備地位呢 這個我認為是一個更任重而道遠的路 就是它現在的儲備地位非常低 就大家覺得我常被我國家的一攬子貨幣裡 我常被人民幣的用處不大 就簡單來說 好像比較少 比較少在儲備人民幣 對我們國家的儲備貨幣呢 基本上美元是絕對的大頭 是大部分 然後剩下的是歐元日元 對 包括港幣 這些都是我們的一些儲備貨幣 央行的籃子裡 但是因為隨著我們的貿易 我們是一個貿易強國 隨著貿易的增加 你必定會有一定的人民幣的貨幣儲備 舉個簡單的例子 當我跟你之間的結算是用人民幣結算的時候 那這個錢從實際的落地來說 也是從A銀行到B銀行 也要借記A銀行的賬 代記B銀行的賬 才能完成一筆交易 那A銀行一定是得有人民幣 才能付人民幣 所以大家還是要有一點這樣 大家還是要有一點 但是貨幣儲備量不等於結算量 因為結算可以高頻 但是貨幣儲備可以僅有一點 OK 因為我的結算是往來的 那我只需要有一部分的貨幣儲備就夠了 我們現在要做到的就是 要讓更多的國家願意把人民幣 作為儲備貨幣來使用 這一點就非常難 一個是要牵扯到政治經濟軍事國力 然後還有它儲備了如此多的貨幣 它怎麼用 就是它要在國內它能用出去 流通性的問題 對 比如說中國儲備了大量的美元 好多老百姓都在罵 就是有的時候說 那個媽的說美國對咱這樣 這怎麼還他們買這麼多美國國債 知道買美國國債虧 還他們買是不是傻 那他們就是屬於站著罵街這種 就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